走吧,斩够一波人直接走 三国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时期 距今1700多年 三国时期出了许多传奇人物 武侯慈便是纪念刘备、诸葛亮等蜀汉英雄人物的慈庙所在 武侯慈由三国历史遗迹区 刘湘林园为主体的西区 和景里民俗区三大部分组成 是全国唯一一座纪念刘备、诸葛亮、关羽、张飞等 蜀汉英雄的君臣和寺寺庙 所以从来过这儿很多池 但是我都没有紧 没有紧啊,都没紧啊 都要给钱 今天已经预约满了 你还不过不要,你这趟慢吊,我们还能进 朝凉了,朝凉了 早早 朝凉了,朝凉了 早 哎呀,我还不晓得这里面要咋个逛啊 我一直没有逛过 新萨上午一晚,午下午一晚 特别大了,这个人都凉了 拍摊过许多了 走,漂亮 后天在哪,每天是怎么打的,是走啊 哎呀,接受一下 天下午一时,快有天,快有天,快有天 下午一时,快有天,快有天 面前四天,快有天板 这传组三天 寺庇在身后 写了 打出 干费 真的 看 这 冬汉 冬汉的游 傅其游 头鸡 桃子母鸡 冬汉 冬汉的准备 冬汉的游 冬汉的游 冬汉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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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国顶礼图 曹丕 孙权 这个是 这个是 那一位 这个是 现在有个小的 要多人 这个是 黑的 这个是 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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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张飞是不是 中间是刘备是吧 那还是看一下那一个 关羽后世称其为关公 做神灵膜拜 又被重为武圣 与文圣孔子齐名 在中国老百姓心中地位很高 就是这个猴子 就是这个猴子 这边是什么文囊 这边是什么文囊 应该就是一些文官 然后这边是武郎 然后应该是武官 终于要做电了 这边是唐碑 对面是明碑 然后现在再去看那个惠宁 我不是赶紧在这儿等我吗 我不是赶紧在这儿等我吗 这边这就好多了吗 这边好看 好看 豆豬炒糖